好看,我就穿着这个先拆吧 还送了一只小口红,还送了一个 然后哦,这买的这不是送的 真的是拍开箱的时候光鲜亮丽 收拾东西的时候真的很狼狈 Hello大家好,我是Vaya 我来开箱了 对,身后这些快递就是 我双十一的时候买的一些东西 就是这些啦 就是我一号的时候买的东西 我本来打算是一号买完东西 十一号就不再买了 但是我又加够了一些东西 但是应该不会很多 所以我就不等双十一时候的那些快递了 我就把这些一号的快递都给拆了 然后我开箱就准备了 一个架子,然后这么多快递 然后又拿了个凳子 坐在这边 然后还有一个拆快递的刀 对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我就直接顺手 能拿到哪个就拆哪个吧 等我剪的时候 看能不能把它剪得稍微调理清晰一点 对 然后先从上面这个开始 这个是 上面写的Style Nanda 我已经知道它是什么了 它是3CE的层级 这个好像分了两个快递给我发的 我是买了两只唇釉 我是当时在李嘉琪直播间买的 送了一个这样的眼影刷 然后还送了一个这样刷包 一个 然后这应该是个镜子 等一下拆开看看 还送了一只小口红 还送了一个 然后哦,这买的 这不是送的 还送了一个粉底液 我的妈呀,这也太划算了吧 现在估计我拆完箱会把家里弄的乱七八糟的 昨天龙哥刚打扫完卫生 他下班回来 该说我了 就是送的一个小镜子 是这个红色的 其实我觉得我更喜欢蓝色的 感觉红色没有蓝色高级 反正赠品嘛 无所谓了 也能用 上面把这层膜揭掉就可以用了 还可以 我送的这个口红的色号是409 好迷你呀,好可爱呀 这个 就是有点眉红的感觉 我不是很适合好像 这个就是这个红感觉是韩剧女二号的那个红 这唇釉是红梨色的 它包装是这种米老鼠的一个包装 是蓝色的 这个颜色应该会很好看 我觉得 试一下 这个颜色我喜欢 这个颜色很好看 然后我记得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这个 还是他们家的 这个盒子里面就只有这一支纯釉 它赠品应该在那一个盒子里面都有了 这个 这个纯釉的包装 就是比较普通的那个红色包装 拆开给你们试一下颜色 这个也挺好看的 哦这个也好看的 这是什么颜色 这个叫 马萨拉红色 我也不知道算是什么颜色 但是这个颜色真的 挺好看的 推荐这个颜色的也挺多的 这两个都好看 这两个可以 如果你们要买3CE的纯釉的话就可以买 我嘴巴上的这个颜色 还有这两个颜色都很好看 买买买 而且我觉得双11的时候 他们家真的还挺划算的 我在李佳琦直播间买的 应该是比平时要便宜了好几十块钱 然后又送了这么多赠品 我觉得真的很划算 我头发今天扎得太紧了 有点像秃头了一样 然后下面 然后这有两个完美日记的 它也是给我分开两个快递发的 完美日记好像什么赠品都没有 只不过买的时候挺便宜的 我在李佳琦直播间买的 我以为特别便宜 但是我表姐买的好像跟我价格差不多 我的还比它一直贵三分钱呢 这个是L06这个色号 然后里面有一个这样的口红套 包装做的还是很高级的嘛 而且重量还挺重的 好看 但是我看网上大家都在吐槽 他们家唇膏太少了 或者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我不认在意 它多少这个问题 它包装好看 我就很满意 但是它这个太细了 我总怕它断 我要轻轻的涂 它这个质地也是这种 哑光丝绒的感觉 我还挺喜欢这个质地的 这个颜色也很好看 L06 我买的是李佳琦推荐的两个颜色 对这个是06 我们再看一下04 感觉04的颜色比06要更深一点 也试一试 感觉04的颜色比较多的颜色 感觉04的颜色比较多的颜色